回到信用現場 帶你們來看到是在捷運站裡頭 我們用紅圈圈起來 兩名男子他們不停的互相拉扯 還互相有點是要踩對方腳的感覺 看起來乍看之下好像在玩遊戲 很像小朋友在玩遊戲 但是這個當場他們可是非常生氣的 最主要這個兩名男子 在西湖站在搭手扶踢的時候 其中一方不小心被對方踩到腳了 所以他就要求對方要道歉 因為沒有得到回應 所以他非常生氣 他想出來的辦法是一牙還牙 也橫踩對方的腳 雙方就因此爆發了扭打衝突 事後互相提告 但最終兩人都遭到判處拘役 捷運近站乘客下車陸續排隊搭手扶踢 只見帽踢男瞪了後方男子一眼 就各自踏上階梯 沒想到準備抵達時 帽踢男回頭用力踩了對方一腳 男子也瞬間爆氣 一把扯過他的背包 將人重摔在欄杆上 雙方一路扭打 把捷運站當成擂台 當時列車到站 許多乘客同時下車要搭乘手扶踢 但由於西湖站這處手扶踢 有個轉角容易聚起人潮 沒想到不慎發生踩踏 兩名乘客到上乘通道 就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火爆場面就在台北捷運西湖站 當時早上7點多 正值上班尖峰時段 原來帽踢男下車時 被羅姓男子踩到腳 要求對方道歉 卻沒得到回應 氣得他以牙還牙 也橫踩對方一腳 進而爆發全五行 雙方事後互相提告 結果四零地結束依強制罪 判處兩人分別三十天 跟十天拘役可一顆罰金 請請握護手站穩踏肩 捷運文湖線 每天有超過十八萬人次搭乘 其中西湖站 每天旅客通勤量將近三萬 排在所有捷運站的中斷位置 但是乘客大多集中在上下班時間 相對容易發生踩踏狀況 車廂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多少會踩到是OK的 所以我自己可以接受這樣 就忍耐吧 就像肩碰肩一樣 回到情緒控管的問題 只是親吻小孩 他就爆發推計對付公堂 最終雙方都遭局域兩敗俱傷 靖新聞 姨凱旭 張主委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靖好新聞